评传说任劲 天天良不瘦 大家好 我是评传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TP杯八镜丝的一场对抗 由TH000大战happy 这是双方的第二场较量 第一场的话 弹总非常针对happy 但是happy还是依靠操作 击败了弹总 我们看一下第二场 TH000能否追回一分 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AZ亚马逊 出生在地图有上角是蓝色的人走ID 叫普通话不定 我们国内顶尖的人走选手TH000带走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一名红色的亡灵 来自于俄罗斯的亡灵选手ID叫happy 人称欧皇 好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手法英雄 欧皇这边 诶 继续手法巫妖 这张地图其实不好开框的 你手法巫妖 那分框是开不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TH000 这一局的话并没有双敲祭坛 因为他知道这张地图的话 亡灵不可能前期开框 因为这张地图开框的话 练起来难度很大 你练着练着 对方直接过来骚扰 那你就完了 所以本场对抗 双方前期应该都不会太主动去开框 毕竟双方争吵做的都非常到位 这边派一个小尸身 这边的话也是派了一个步兵去争吵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选择 看看谁有没有胆子前期直接开框 好 大法师走出祭坛 这里民兵一枪 小尸身开始捣乱了 好 解决掉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巫妖出来 并没有卖TP 找两个骷髅 直接练这边的一个533 练狗头人 上来大法师打了一个防护之剑 状态倒是一般 这个道具 我们看一下巫妖 5级狗头人 看搏一搏 能不能搞一个好装备出来 这里先把这个侦察的步兵给赶跑 看一下这里能掉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好 弹总的话 第二个点 继续练 打了一个隐身斗篷 这里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那还行 就个人而言 欧皇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装备的 提高一下英雄的攻击速度 欧皇这有点过分了 居然想把弹总的这个点也抢掉 好 弹总过来 刚好看见这个点了 双方开始站路 欧皇有点过分 就觉得自己操作好 看看能不能占点便宜 这边小狗的话 刚好被狗头人捶用 又捶了一下 这里弹总要不要补个伤害 哎呀 好像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 在追杀这条狗 刚才那条狗再补一个伤害的话 就把它给解决了 这边巫妖又招了两个骷髅 有诺瓦了 那这个大法是走位要小心一点 现在人组的话 水元素稍微占的优势 打小狗还是比较的好打 巫妖现在二级没有到三 双方的话好像都没有开分块 人组已经开始升本了 亡灵暂时还没有 但应该也是一个升本的打法 这段地图前期想开矿的话 有点难 现在双方互相的纠缠一下 这欧皇还想练这个点吗 人组现在的步兵的数量是越来越多 再加上这边水元素 我尝试了一下 感觉是真的有点练不了 那回家这个点也可以练 是吧 看一下双方的话前期还在互相的试探 大马师身上的话暂时还没有买鞋 我们看一下巫妖会不会率先去买个鞋 这里步兵绕过来 想找机会占点便宜 双方的话这里纠缠的有点久 亡灵果然还是选择升本 单框双方都是单框升本 这里的话 骷髅也是越招越多 加上小狗 这欧皇还是对这个点念念不忘 但怎么赶紧把这个点给收割掉 但你练的同时对方抓了过来 有点危险啊 好 先练完一个小的狗团了 先往后撤一下 看一下无击狗头 哎又开始疯狂霸虚了啊 现在人组的话有水元素 这里想围杀一个水元素 没有围杀成功 这里翻过头来 还是要处理一下这波的一个小狗 水元素时间马上到 你围杀的话也没有用 时间马上到 消失消失消失 对经验值没有给对方 好 这里再画步兵数量也是越来越多啊 开始针对对方的一个小狗进行一顿输出 好 无要一方诺磨砸下去 这个残血的步兵啊 没有撤退成功 双方又开始各种战路小操作啊 欧皇小操作确实有点猛 这里的话人组靠步兵和对方号 这个点的话 无击狗头来 双方还是对这个无击狗头来念念不忘 这欧皇的话也是有点过分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欧皇英雄的状态很不错 这里时不时点你了 想了后一方诺磨 还把你这边步兵给收割掉 把水元素干掉一个骷髅 这边乌妖基本上是满状态了啊 这里双方好像已经打了将近两分钟了 诶 乌妖还是想过来把它解决好 招两个骷髅 这里一发诺磨 诶 大法师有点危险啊 诺磨一砸你这边还有点减速 这边乌妖身上还有个攻速手套啊 攻击速度也是比较的快 好 弹走的话 加以的话已经开始转火枪了 乌妖一发诺磨砸下去四个步兵非常危险 这一波互相针对的话 还是欧皇占了不少便宜啊 好 步兵的话又杀了一个一发诺磨砸又杀了一个 哇 四个步兵要全部被干掉 前期前期的话这一局前期弹总有点亏 这个步兵这个步兵的话看一下 诶 欧皇有点贪 他想杀大法师 大法师往后撤一下 前期的话人组啊至少送了四五个步兵 那后面的话人组打算是转火枪了 这里乌妖刚好诺砸技能也用的差不多了 弹总终于有机会把这个5级狗头人给处理掉了 太难了啊 欧皇残血小狗啊全部拉回家 那现在五级狗他没抢到啊问题不大 装了很多步兵的经验值 然后过来练一下自己旁边两个小点啊 电盾烫起来烫一烫也怪 看一下运气如何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弹总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山丘出来了 那人组山丘出来了稍微有点强盛 不过DK马上要走出机坛 这边打了一个哎 防护之剑也是防护之剑啊 感觉这一局双方装备都差不多 只是练剂训续啊有点不一样 好步兵的话继续过来侦查啊 大法师哎状态不是很好 我有一方呢我直接把这个步兵给收割掉 这乌妖的话前期手房这个等级起来 这确实有点恐怖啊 三级乌鸦二级罗啊 这里山丘开始补补等级 哎弹总啊单框升三本 这一级的话科技非常快 欧皇也是升三本 双方都是单框升三本的一个打法 这里看一下DK现在单吃一点经验值 找机会继续练啊 练到二级之后有光环 就光环之后啊 后面小狗围杀能就很巧 一个步兵侦查又是一发弩砸下去 这欧皇的话也是很果断啊 没有省技能 一发弩砸个步兵很帅 那这里弹总的话 步兵也送完了啊 现在是火枪 火枪南屋 这里继续出南屋 现在有山丘在比较强势 王林的话得去转一些蜘蛛了啊 小狗的话面对这个水元素 还有这个山丘啊 有点靠不住 这里乌妖过来 哎 你想练我的点吗 乌妖过来看能不能飘一下 把这个小妮人给飘掉 大话是一个身先士卓啊 往前一顶 先把乌妖给赶跑 山丘赶紧补一个等级 哎 这里弹总的话也是抢对方的一个点 这里有黄练一下DK 现在人族山丘刚出来有点强势 王林的话表示比起风芒 先把DK等级往上提上 再次说 现在有盒子啊 状态难一难 看一下这里打了一个抽蓝棒 大法师也是到了三级 过来侦查一下 哎 原来你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山丘会不会过来抓 好 大部队往这边移过来了 水元素招出来 想抢一下这个五级 怪 看一下抢到没有 道具是抢到 情人值没有抢到 哎 这一季的话弹总也是富贵险中球啊 这差一点被对方给围杀了 很危险 好 我们看一下山丘过来了 那山丘刚出来还是比较强势啊 王林的话先撤一波 不过现在王林三本都已经好了啊 三本已经好了 毁灭形态马上升好 乌鸟已经带好了球 王林三本一波 应攻会非常强势 看一下忍组啊 忍组火箱多出一点 人组现在没有多余的资源去转飞机 所以要靠火枪来对付对方的毁灭 火枪还是有点强势啊 如果打到后期的话 王林想打人组的火枪啊 最好还是出点瘟疫胖子 这里过来练一下 哎 欧魂好三倍已经发车了 怎么办 这一波 这一波弹总不在家里啊 欧魂直接抓了过来 我啊 赶紧交TP 小狗想过来挠 一看对方TP的话啊 没有着急 关键出一场 这个位置也不错啊 TP的位置 留下一条小狗 山丘已经到三级了 这一级的话 弹总也是富贵险中球啊 等级已经到了三 对方DK还没有到三 英雄差不多出来啊 等山丘的等级已经遥遥领先了 继续练一个点 这里练一个点的话 要不要继续买一个回程呢 王林现在机动性有点强啊 狂狗已经升好了 三发了一个小黑 人口方面 现在的话 王林四十七 那人走四十九 哎 他这边又要绕了过来吗 这里欧魂还是非常紧 上去分框看一眼 哎 你没有分框可以的 他过来又开始疯狂的土拢了 哎 圣骑士刚好在家 哎呀 商店没有造好 那这里一个圣骑士 堵在家门口 王林的话 误啊 欧魂有点坏啊 双线操作 小狗去吓吓你 是吧 然后自己的话 把这个点给收割掉 被DK的话 马上二级半了 好 山丘敲个地板 看能留几条小狗啊 又留了一条 这边小狗就带着你逛街 秦王绕柱 然后为了 就是掩护自己三英雄啊 练了一个大点 可以的 这里 哎 人组反应过来了 好 人组反应过来 这一波欧魂要不要交TP 这边包围过来 四十九人口 过来的话 你的小狗不在啊 上来直接杀你男物 山丘有三级 哎 欧魂的话 赚了一点便宜之后赶紧TP 确实正面打下去的话 有点打不过 毕竟小狗不在 偶尔有小狗就得双线绕过去 但是弹宗也是反应过来 民兵全部敲起来 这一波欧魂并没有占到很多便宜 弹宗反应还是比较的快啊 好 这里的话 大法师 绕一下经验值嘛 山丘已经到三 看能不能绕圣级 是单独吃经验值啊 圣级是要是也到三啊 后面正面打 就比较好 比较舒服了 这一波 看一下欧魂 继续练 上来的话 杀了一些人族的小农民 影响一下人族经济 那王力会觉得 单框打单框 我从来不怕人族 接下来看看弹总啊 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分框给偷出来了 点已经练完了啊 就看看有没有把这个分框给开出来 好 欧魂的话 小黑升到了二级 DK即将到三 这里还有一个大雪啊 还有一个一人面罩 欧魂这一季的装备还是很不错啊 哎 怎么又绕了过来啊 刚好 这里弹总在练一个大点啊 对方又绕了过来 哎 好 不过这里的话 拉了五个农民出来 这一大法师幻象去侦查一波 升级师 到了升级师的话 我们看一下 到了2.5级 然后山丘到了4级 王林抓了过来 冥兵敲出了 哇 这一波农民感觉要死光了 这一波的话 也不能说人族亏啊 人族练了一个大点 这也是 其实家里的农民死的差不多了 大法师一个人过来 一个人过来 感觉搞不过 这个圣塔被对方给处理掉 农民基本上已经死光了 但是你拆我 其实不可能拆掉的 我人族大部队过来回防一下 这个时候 外面分框要开出来了 欧桓暂时没有发现 欧桓觉得现在巨大优势 把人族农民全部杀完了 只要我家里有 再憋几波兵过来 那人族正面可能就打不过了 我这一波山丘的等级 四级山丘往前一怼 敲二级敲地板敲一下 然后升级是哪一口 那王林被迫交一个TP 这一波的话 人族用农民换了英雄的等级 刚才趁完挡转拉了四个出来 不容易啊 欧桓一个TP 杀了几个农民 也不算大亏 好 这里的话 哇 又带了一个回程 好像又要过来赚便宜 看一下要不要列一下这个大点 没有列 没有列 他好像还想过来 毁灭过来 我大法师看见了 这边两个幻象大法师 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现在单走 把这个疯狂偷出来 欧桓暂时是不知道的 现在王林332的等级 那人组32342.9 马上也三起了 毁灭 通过自己的机动性侦查一下 现在双方就开始互相骗对方 王林想绕过去 继续拆人族的农民 这边人族尽量掩护自己的分框 过来又想练一个大点 刚才的话 又农民换了一个大点 这一步还继续换 我往这边靠 但是分框没有去 分框没有去 继续去主框图农 那问题不大 我分框运营起来 主框死几个农民问题不大 这里想练大点 但是发现对方来了 赶紧回撤 哎呀 大法师 关键车被对方给捶晕了 欧桓这里又屠杀一波农民 欧桓这一集有点坏啊 疯狂跑驾 疯狂图农 不过人族大部队回来 好像又要交TP了 也不赚啊 你每次杀一个农民换一个TP 当然如果人族单矿的话 那欧桓会非常赚 但是人族其实是双桓在手 这一集的话 哎 蛋总啊 又赢在大局关了啊 哎 这个毁灭一个人过来 现在人族大部队 有双桓之后可以考虑出点飞机了 有这个金鸡是吧 欧桓这里 哎 看一下TP又买好了 碗又来了又来了 这欧桓这一集打得有点坏啊 疯狂跑驾 毁灭过来 毁灭这个形态很不错啊 几乎是满蓝 这里 欧桓想过来练一下这个大典啊 但其实已经被人族给练完了 过来一看 哎 欧桓这里有点郁闷啊 刚才有点亏 杀农民 结果对方把大典给练掉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人族怎么打 欧桓这一波过来 好像要发现分框 我们看一下 哎 你看哇 形势不对啊 对方这个分框居然开了出来 这欧桓本来想去练框的 突然被塔打了一下 发现哇 对方有分框 那这一波一方弄王 咱就要又开始屠农了 这里 但总又是跑回来 没有交TP 来过来之后 欧桓又要交TP啊 每次交TP 杀几个农民好像不是很赚 又交一个TP 欧桥是到了四级 又杀了一波农民 现在人族主冠农民 又运营起来了 这运营来运营起 人口方面 人族已经是61人口 欧桓是56人口 我们看一下 这里铁匠铺有 车间暂时还没有 车间暂时还没有 现在亡里毁灭飘起来 看看火枪能不能处理这些毁灭 双方的话 欧桓跑了好几次家 但是并不是特别壮 因为每次跑家的话 人族都能把一个点给炼掉 所以现在欧桓要找机会 一波硬冲了 现在欧桓62人口毁灭飘起来 这毁灭素人有点多 在蜘蛛也不少 还有骷髅 这一波欧桓要硬钢 我们看一下弹总能不能接得住 弹总这边的话 也是把新火都生好了 新火生好 我们看一下骑士 暂时没有生攻防 但是这边的话 火枪生为一公灵防 然后这边新火生好了 这里毁灭过来 吸一下 把对方的新火状态给吸掉 吸掉之后 这里瞬间又加了回来 欧桓这里毁灭飘飘飘 要开始硬钢了 两个毁灭飘起来 这里要继续飘慢 继续飘 人口方面的话68 70打71 双方人口差不多 双方人口差不多 欧桓这一波很强势很强势 如果人族英雄等级也不弱 尤其是山丘有四级 马上升级是一 也能到三 这里双方很谨慎 互相拉扯一下 毁灭现在是满蓝的状态 人主要稍微撤一下 这毁灭有点猛 往后吹一下 怎么把野块给勾醒了 把这个点练掉刚好 把圣骑士送到三 圣骑士送到三 可以的 有二级升光 这里能不能垂下对方的DK 可以的 垂下DK 圣骑士的话 二级被沉没掉 这个奶没有 这个升光没有出来 这里的话 杀骑士 这个骑士拉扯很到位 导致毁灭的话 一顿输出打的不是很好 这里杀一个男物 又奶了回来 这一波弹总的操作拉满了 这里终于可以杀两个火枪 这个时候你杀两个火枪的话 毁灭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了 这一波开始战如火圈嘟嘟嘟 火圈嘟嘟嘟嘟 这里毁灭基本上没有蓝了 那亡灵要打的差不多了呀 升级是有三级 小黑也到了三 神球敲个地板 蜘蛛倒下一个 这毁灭现在没有状态 蜘蛛也是一个一个倒下 这欧黄有点打不过了 欧黄有点打不过了 这一波毁灭毁灭 一色一血的毁灭 DK有没有蓝 想杀山丘 这边升光奶了回来 哇 这一波团战同人口 欧黄居然打输了 但总这一波 哎 操作拉满啊 好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王林又得回去补给一下 还想打吗 一个锤 杀一条小狗 升级是奶了回来 现在人组双T组合 也没什么蓝啊 要补一下状态 欧黄这边的话 看一下毁灭没什么状态 到时候看看血 要不要再加一加 好 他想绕过来图笼 绕过来图笼 然后看一下英雄 是不是还想把这个 哦 还想把这个966给练掉 这里的话 好 蛋总 现在资源起来了啊 捕了双车间 那双车间一起来 飞机一出来 那你毁灭再想偷我的农民 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 那现在确实 人组机动性不太好啊 被毁灭各种掉 毁灭 哎 牵制你的同时 哦 还在练这个大碟啊 966 这边蛋总是不是反应过来了 哎 你毁灭故意吸引我 肯定要干坏事 好 蛋总很聪明 这里直接分兵操作 这里分了一波兵 哎 好 只是三个毁灭 赶紧过来抓 这里 欧环的话 没有搞 练得有点慢 有点慢 这里人组抓了过来 哎 欧环要交TP了吧 好 9机怪 9机怪可以练掉 可以练掉 看一下 这里能打一个什么啊 也是一个 磕头光环 上来上来 上山丘 留几个兵 上来直接啊 杀你的蜘蛛 没有留英雄 你欧环的话 又交一个TP 又杀一个蜘蛛 空C 毁灭毁灭 哦呦 干掉一个 毁灭 想上车 没有来得及 哦呦 这个毁灭 一色血差的 被干掉 那欧环这一波炼击 又被迫交了一个TP 很伤 单总双框运营 很开心 那资源优势 进一步加弹 英雄等级方面 我们看一下 欧环现在是433 人组是443 人组等级继续领先 欧环的话 又到了传统节目 卖鸡坛了 卖完鸡坛之后 爆一波兵 硬冲一波 最后一波了 这一波的话 人组是有飞机了呀 你毁灭的作用 没有那么的大 刚才飞机 刚才人组没有飞机 确实被牵制的 有点难受 好 欧环这一波来了 几个无敌啊 看一下啊 这边的话 王林只有一个大选 没有无敌 确实比较的穷 直接过来 图弄嘛 但是人组 大部队回防 有飞机了 现在人口人组领先20 飞机过来 处理毁灭 那你毁灭没有了 这边新火加起来 人组部队完全打不动啊 山丘升到了5级 5级之后 我欧环直接打出机器 我们恭喜 TH00弹总啊 扳回一分 双方打成1比1平 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